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三三奇闻录 我是Aris朱思红 进入7月以来 我们一直在见证着历史 7月5号斯里兰卡宣告破产 7月7号英国首相宣布辞职 要说起来 这两个新闻放在任何时候 绝对都是爆炸性的大新闻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7月8号安倍遇刺身亡 这简直就是新闻界的一个原子弹一样的大新闻 一时之间所有的媒体都聚焦到了日本 我相信即便是再不关心这个时政新闻的朋友们 一定都已经看到了这条新闻 而随着对于这个事件的调查 在一步一步的推进 更多的细节再一点一点的被披露出来 而背后的故事 让整个事件不仅丰满了起来 更是多了一些诡决的味道 2022年7月9号 枪杀暗倍的嫌犯 也是41岁的前海上自卫队队员 山上彻野的行刺动机进一步被披露了出来 那么据日本的媒体报道 山上彻野在被逮捕之后 至少修改了三次口供 他首先说 自己本就是意图去杀害安倍的 但是在后来的审讯过程当中 他又改口说 并非是不满安倍的政治理念 而直到最新的调查当中 他才第一次提及了一个教会 叫做统一教 当然了安倍晋三遇刺背后的真正缘由是什么 还是要由日本的警方最后给出调查结果 但是统一教这个字眼 出现在山上彻野的供词当中 绝对不是一个偶然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山上彻野这个人吧 这几天的日本媒体 可以说是把山上彻野 和他相关的所有的人都采访了一个遍 基本上可以说是还原了他之前41年的人生轨迹 那么山上彻野 他的小学同学们回忆说 山上这个人 其实应该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 而且在之前长期是班级第一名 但是他也不是个书呆子 这小伙还挺喜欢运动 虽然是比较腼腆这样一个男孩子 但是经常在下课以后跟大家一起打球 打球的时候也是熠熠生辉的 那么山上的父亲原本是这个日本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大学的毕业生 而且自己在之后也经营了一个建筑公司 所以说一家人的生活是非常富足的 山上的母亲身边的人对他的印象也是说 他是一个温柔慈爱的妈妈 那这一家人的生活可以说堪称完美了吧 但是就像所有的悲剧一样 都会有一个美好的开端 这样才会显得之后更加的不幸 就在山上五岁的时候呢 他的父亲突然间给离世了 那么整个家庭瞬间失去了顶梁柱 那妈妈呢就脱家带口的带着孩子搬去了 同样是在经商的这个外祖父的家里头啊 那么山上在小学毕业了之后呢 成绩依然是非常优异 考上了当地的一个重点的中学 据说呢 他当时啊还是待人接物都是非常懂礼貌的 然后呢穿衣服也很干净 他也会很认真的把校服的第一颗扣子扣上 所以老师同学对他的印象都很好 那后来呢山上还加入了篮球队 还是学校里头男子拉拉队的积极分子 可以说直到这个时候呢 山上的生活都还处在一个非常正常的轨道上啊 甚至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的话 我们似乎可以预见 他也许有机会成为一个社会精英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并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他甚至在高中毕业之后 根本就没能完成大学学业 而山上彻底在被捕前的最后一份工作 您能想象是什么吗 仅仅是一名搬运工派遣员 我们不是说去小看这样一份工作啊 但是比起山上之前的这个学习成绩也好 或者说他曾经的这些履历也好 这份工作确实显得是有一些大才小用了 那么这个派遣员呢 也就相当于是一个临时工 待遇也是相当不好的 而且几乎说是没有任何晋升的渠道的 那么导致山上的人生急转直下的到底是什么呢 恰恰是他母亲的选择 山上彻底下的父亲去世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山上的人生还在继续 但是他的母亲不一样 他的母亲陷入了空虚 那可能这就是一个可以让一些不法的 或者是一些不适合的东西趁虚而入的一个机会 那么山上的母亲就此呢就加入了一个宗教团体 也就是山上后来口中说的这个统一教 母亲对于统一教的这个热衷可以说是越来越高呀 他把夫妻俩之前所有的存款都送给了统一教 这还不算完 在孩子们的外祖父还在世的时候呢 外祖父还可以养活这三个孩子啊 但是呢外祖父去世了之后 他的公司就交给了山上的母亲来继承 这下完蛋了 母亲又把这笔遗产捐给了统一教 这导致家里的钱全部都给了邪教之后 孩子们连饭都吃不饱呀 但是到现在这个母亲还是没有办法清醒 依然是热衷于邪教 那么这种情况愈演愈烈 山上呢和他的哥哥学习本来都是非常优异的 但是最后都是因为家境贫困 没有办法上大学 最后只上了职业学校 早早的就来到了社会大工养家 那么山上在21岁的时候呢 家里是彻底的破产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母亲依然在沉迷邪教 那山上的哥哥后来啊还不幸患上了重病 但是家里居然拿不出钱来为哥哥治病 要到处借钱 那山上的哥哥因为没有钱治病 又不想拖累家人 最终竟然选择了自杀身亡 那这件事情啊 让山上受到了非常大的刺激啊 他对于这个统一教的怨念也是越来越深 他甚至也在绝望中尝试过自杀 但是命运让他活了下来 那后来呢 曾经一起和这个山上在餐饮店打工的时候的这个同事 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 他们以前一起聚餐的时候呢 山上彻也就说过 他对统一教会非常的不满 他认为就是统一教 害他家破人亡的 而且他还非常愤怒的说 就是因为这个统一教和安倍的关系特别好 所以呢警察甚至都不敢去搜查 我们可以听到 在这个时候 已经看到山上对于统一教 以及统一教和安倍之间的关系 是心存恨意的 那后来呢 山上以这种非正规编制的身份 加入了海上自卫队 在那里呢 就学习了射击和关于枪械的知识 那么在结束了任期之后 他就回到这个城市里头 在一家工厂做物流搬运工 那工厂的人说呢 这个山上工作是很认真的 不过他的这个整个人表现出来的气场 是非常冷漠的 而到了后来呢 就越发是性情大变 其实一开始呢 山上给人留下的印象还是非常礼貌的 虽然很淡然啊 但是和大家也是相安无事 但是没想到 一向礼貌世人呢 他居然开始顶撞上司 而且呢 还经常不按工作流程办事 哎 现在事情发生了之后 我们可以了解到 当时山上发生这样子的变化 是因为呢 那段时间 他和母亲的冲突又加强了 而且妹妹也离开了家 那么山上呢 也就随之搬出了母亲的家 开始了独居的生活 而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也就开始每况愈下 那么他在奈良租了一间单身公寓 后来呢 就动不动的 就是因为身体不适啊 等等的原因 向公司请假 到了2022年5月15号的时候 他终于离职了 那么山上当时的一个同事就说呀 他说 他问山上 哎 你有没有想好你接下来干啥呀 然后这小伙就告诉说 我也没想好我下一份工作干什么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 他可能真的就没想过他下一份工作 他可能已经开始策划谋杀了 那么在被捕了之后呢 山上呢 也是直言不讳的告诉警察说 因为自己的母亲信了邪教 把家里的钱全花光了 所以他才想要报复和教会关系 密切的安倍 那邻居们也反馈说呢 之前独居的山上 平时跟人也不沟通 就算是主动跟他打招呼 他也是爱理不理的 但是呢 邻居们就觉得这小伙也挺奇怪的 家里头老是有叮叮当当的声音 好像一直在搞装修似的 但是实际上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真相是 当时山上正在制造 用来刺杀安倍的枪支 事发之后呢 警察就在这间屋子里头 搜出了很多 刺杀安倍时的这种凶器 有这种相似的这种自制的手枪啊 还有这种射击练习痕迹的这种靶子 甚至呢 还有制造这种炸弹需要用的原料 但是山上表示这个炸弹制作没有成功 后来呢 他是通过这种网上的视频网站 学习如何造枪 然后呢 网购买齐了所有的原料 他的屋子里头也搜出了 比刺杀安倍的时候 使用的这种自制手枪 威力更大的一种酒管自制手枪 但是这个东西拿在手上太显眼了 所以呢 被山上给淘汰了 那么山上最终呢 是在刺杀安倍的行动中 使用了这种类似于散弹的这种手枪 那么一颗大子弹可以在发射之后 迅速的分解成六颗小子弹 所以这个杀伤范围呢 比普通的手枪要大很多 可以说山上在策划刺杀的时候 没有顾及到任何周围的民众 有可能被误杀的可能性 由此我们也可以见到 他是下了多大的决心 那么日本媒体也报道说 山上在案发的前一天 其实就跟随着安倍的这个演说团队 去了岗山 但是呢 岗山的戒备是非常森严的 武器根本没有办法携带 而且还需要每一个人实名登记 还要进行这种金属探测 所以在头一天他放弃了 7月8号按道理来说呢 其实安倍原本也不应该是在 事发的这个地方进行相应的演讲的 但是不知道是命中注定 还是因缘巧合 安倍就在头一天突然啊 就在晚上啊 决定要去奈良进行演讲 所以呢 整个行程是突然改变的 也许呢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突然的行程改变 在一定的程度上导致了奈良当地的准备不足 安保出现了疏漏 也给山上彻野的刺杀创造了可乘之机 那么山上在落网之后 他还对警察说 我无论如何都要杀了安倍 这真的是血海深仇啊 而这份深仇大恨呢 正是来自于统一教和安倍之间密切的联系 那么山上为什么不直接去刺杀这个邪教教主呢 山上自己也说了 他其实曾经也尝试过要去刺杀统一教的头目 但是呢 他表示这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他转而就针对起经常露天演讲的安倍 其实这么听起来 我觉得也挺讽刺的啊 要刺杀这个邪教头目 要比刺杀前首相要难多了 那么这安倍和统一教 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答案是有 而且呢 这种关系可能从安倍开始往上数几倍 就已经开始了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三三奇闻录 我是爱瑞斯朱思红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安倍晋三和统一教的关系 那么安倍啊 和他的祖父 按信介都被怀疑和统一教有着利益关系 安倍呢 也多次参加过统一教的机会 而且呢 统一教和日本右翼势力关系是非常的紧密啊 统一教的行政人员甚至说出过 哎 那些议员其实都是靠我们来当选的 这样的话 这么嚣张的说法 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 就在2015年10月23号的时候呢 日本当地的这个朝日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的题目是什么呢 揭秘安倍政权背后宗教势力惊人 这篇文章中说出了很多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故事呀 里面提到说安倍政权背后的政治力量支持呢 是宗教 而且还援引了公民党成员的观点说 日本参议院选举中 安倍靠的就是神道政治联盟 日本会议 全日本佛教会 以及统一教四个团体 那么这篇文章以统一教举例来说啊 说统一教的创始人文先明 曾经先后创立了两个右翼政治团体 一个呢 是在1968年创立的对抗共产主义的右翼政治团体 叫做国际圣共联合 另外一个是在1991年创立的 叫做世界和平联合 这安倍的执政思想和这两个右翼政治团体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例如比如说摆脱这个战后体制呀 修改宪法等等 那有一名这个自民党的议员就说 自民党和统一教的共同点就是在于反共 而日本宗教界相关人士呢 也披露说这个统一教在选举的时候 可以说是又出人又出票 那这自民党议员可以说是求之不得呀 那这篇申巴了安倍政权和宗教关系的文章 还指出自民党和统一教的这种关系 是在选战中建立起来的 甚至自民党的一位前选战活动人员还爆料说 就在2013年参议院选举的时候呢 他曾经是在这个安倍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位议员手底下工作的 那么当时呢他亲眼看到呢 有两个人啊拿着名片 这名片是什么呢 就是世界和平联合 也就是统一教 哎这两个人就来了 然后呢他们来帮助发送信件和集会动员 要说起来呢 当时这一位议员就是和安倍关系甚密的这个议员啊 他当选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岌岌可危的 但是没想到瞬间数万张来自于统一教的选票 哎就这么投进来了 然后呢 这位议员就瞬间逆袭获胜了 实际上像这样当选的议员 我们有理由相信啊 绝对不是只有这一个 同时呢 安倍本人和统一教的关系也是简不断理还乱的 要说起来 虽然安倍他可能并不完全相信这个统一教所宣传的教义啊 但是毕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统一教会在政治立场上和自民党是有着很大的亲和性的 那么根据日本共产党发行的这个新闻赤旗的报道 安倍呢 就在去年2021年9月12号的时候 这个统一教会的关联团体叫做天咒和联合 举行了一个大规模集会 在这个集会上呢 安倍亲自啊 通过这个视频会议的形式来出席了这样一个会议 而且还发言说 哎 目前为止在和天咒和联合的这个共同协力之下 解决了世界各地的纷争 特别是对于解决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 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那作为我安倍对大家表示敬意 我们可以看到安倍和这个天咒和联盟的关系甚密 当然也就和统一教会可能也有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通过这么一番讲话就可以出见端倪了 那实际上的安倍和统一教会的关系也成了日本政界一个公开的秘密 而关于统一教为什么要说他是邪教呢 您别走开继续往下听您就会知道 这真的是一点都不冤枉这个统一教 这统一教的教主呢是一个韩国牧师 他叫做文先明 他算得上是这个世界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了 1920年文先明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的一个信奉佛教的传统家庭 可是呢他十岁的时候这全家人就皈依了基督教了 文先明呢说自己在16岁的时候 有一天自己到山上玩 竟然就见到了耶稣 然后呢他就受到了耶稣的神势 要他负责在人间建立起天堂王国 从此啊这文先明就开始立志要拯救全人类了 后来呢34岁的文先明就创办了这个统一教 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他还把统一教带到了美国 据说呢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就有年轻人问他说 哎你是救世主吗 他说我是的 但是你也是 他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承担一部分拯救世界的工作 所以说人人都是救世主 哎那这套说辞呢 对于当时很多处于迷茫中的西方年轻人来说是颇有吸引力的 而且我们有一说一啊 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真的也没有什么值得被诟病的 你细细品感觉还真有那么点道理 这个世界和平呀世界美好啊 跟我们每个人都有相关性对吧 每个人做的好一点世界就美好一点 所以呢好像听起来也不至于让他成为邪教 那为什么他后来就被称为邪教了呢 这个统一教啊可以说发展的非常快 尤其在美国日本这个队伍壮大的是每天都在有人涌入啊 但是呢这个统一教后来的一系列的操作开始让正常人就有点看不懂了 我们先说说这个文先明自己的私生活就可以说是相当狗血的 统一教在早期的时候就鼓吹要通过所谓的清洗仪式 是什么呢啊 就是这女信徒要和教主发生关系 哎就可以消除人类固有的罪性 是有这样的教义的 所以在这样的教义的加持之下 我们不难想象文先明和多少女信徒发生过这种清洗仪式 1960年的时候呢 文先明结婚了 说起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聊的故事 这文先明的妻子呢叫做韩赫子 他曾经是文先明厨师的女儿 而文先明遇到韩赫子的时候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这韩赫子啊才14岁 三年之后 也就是韩赫子17岁的时候 文先明又遇到了韩赫子 然后呢 这俩人就结婚了 那当时文先明多大了 40岁了 也就是说40岁的文先明娶了17岁的韩赫子 韩赫子还没成年呢 然后啊 这个文先明就决心啊 要让他的新娘进行这个原罪的清洗 实际上他是怎么做的 他把这个韩赫子就软禁在一个信徒附属室里头 直到这个韩赫子到了20岁 也就是三年之后 这文先明要求妻子对自己一定是绝对服从的 并且命令他和家里人断绝所有的来往 全身心服务于教会 后来呢 这对夫妻陆陆续续的生下了14个孩子呀 而实际上呢文先明还和另外两个人有过两个孩子 其中还有一个是非婚生的孩子 那么这和他的清洗仪式有没有关系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那我们继续说回到这个清洗仪式 这无疑是有为人伦的一个教义对吧 所以呢 也由此遭到了社会上的强烈的指责 那后来可能是迫于这种压力吧 这个统一教呢 就把清洗仪式变成了这种男女信徒指定婚姻 举行集体婚礼进行婚配 那要说起来这个统一教最为鲜明的特点 就是这个教徒之间的配对举办集体婚礼了 按照文先明的说法呢 耶稣呢 是拯救了人类的灵魂 但是呢 人的身体还是带有原罪的 所以他要让人类回归这种完美的一个状态啊 方法呢 就是生下没有原罪的儿童 那怎么生下这没有原罪的儿童呢 就是举办大规模的集体婚礼 称之为祝福仪式 那有的时候一次啊 就有数万人去参加呀 而且呢 还是不同国籍的这种陌生男女去结合 这些男女之间甚至曾经都没有见过面 就靠着这样的婚姻 就可以让自己拥有这种没有原罪的婚姻 然后生下的孩子呢 自然就是没有原罪的孩子了 那文先明和他的妻子韩赫子两个人呢 被信徒称为是人类真正的父母啊 那么他们经常亲自去主持这种集体婚礼 那这种婚配 他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 然后呢 也不讲求这种所谓的人性 然后生下没有原罪的孩子 所以呢 这个统一教呢 在多次组织这种数万人 甚至是几十万人的集体婚礼之后呢 这种做法就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尤其是统一教刚刚在美国发展的时候 就有人就觉得这简直太不靠谱了 就只能是给他冠以一个邪教的名字 否则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甚至很多人一提到统一教就想到集体婚礼 但是要说起来啊 这样子的舆论也好 或者是大家对他的认知 也并不能阻止越来越多的 想要获得没有原罪的婚姻 或者是想要获得没有原罪的孩子的人 一点点的去加入到统一教当中 所以呢 统一教还是在不断的壮大 那么集体婚礼的规模呢 也不断的在壮大 甚至到后来成了集体跨国婚礼 文先民在他的自传中还宣称说啊 这个跨国和跨文化婚姻 是推动理想和平世界进程的最快方法 人们应该和那些来自于 所谓的这种敌国的人们 去进行联姻 那这样呢 世界和平就会更快的到来 这听起来到和这种古代和亲 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啊 那这个统一教在日本也是非常盛行的 这似乎也是让文先民特别乐意促成一桩桩日韩联姻 他在这个日本韩国的跨国集体婚礼的这种设想当中 他把韩国视为亚当 然后呢 把日本视为夏娃 然后两者的结合就满足了文先民对于所谓的完美家庭的鼓吹和追求 那么还有一派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韩国的男的就干脆就是花重金去入这个统一教 就是为了可以娶一个日本新娘 所以呢 统一教在日本的反对者呢 就质疑之声是非常的大呀 他们认为这种仪式的本质就是把日本的姑娘给卖出去了 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是颇有道理的 因为统一教靠这样的方法也是进行了相应的敛财呀 那么统一教的教义被很多正统的基督教呢 就视为是异端 很多人认为呢 他就是邪教 那文先民他在面对这样的舆论压力的情况之下 他还是很有自己的办法的 他在合法化统一教的方面非常有自己的一套 那他在美日两国的政界可以说和这些政坛的人士交往甚密 甚至有很多的领导人 甚至是最高的这种领导人啊 都为其站台 那么文先民还在美国买下了报纸通讯社 可以说是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庞大的舆论阵地 那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参加集体婚礼的人们 要缴纳这个数百甚至数千美元不等的费用来参加这集体婚礼 所以这统一教呀挣了很多钱 据不完全统计 统一教在全球的投入呢 已经让他成为了一个资产达到十亿美元的庞大的帝国 但是要说起来 这自称是人类真父母的文先民和韩赫子两个人 却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办法忽悠 他们有一个孩子是死于强保之中 早早的夭折了 还有两个儿子呢 在1984年和1999年分别死于车祸和自杀 而他们的长子文孝敬的前妻也报处 丈夫有这个吸食毒品和性爱成瘾的问题 那这个文孝敬呢 也名誉扫地 后来呢 在2008年的时候死于心脏病 2012年92岁的文先民在韩国 因病死去了 那么据说呢 统一教现在呢 是由他的这个妻子韩赫子来掌控 可是文先民在去世之后呢 他的整个家族就陷入了内斗的状态 文先民在他的自传 《热爱和平的世界公民》中曾经写到 我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 仅是提到我的名字 就会在世界造成麻烦 自称一生都在制造麻烦的他 在死后十年 又间接地制造了一场全球瞩目的大麻烦 估计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但是邪教造成的麻烦又何至于此呢 还有多少的麻烦依然在酝酿之中 未来又将如何挑战我们的底线 真的是细思极恐 今天的三三七文路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